各位三知识 黄阳君实地平 现在上次刚讲完第二地 现在要开始讲第三发光地 经文在第三十七月 第三十七月的第三行开始 因为第二第三这两地 是同一卷的经本 那么第二地的重诵完了之后 接下去说第三地 那么第三地开头 也是先有句诵 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 到这一卷经完毕 就是属于第三发光地的文字 那么经文封为两端 第一 战情 第二 正说 前面六首句说啊 就是战情的文字 一方面 赞叹金刚藏菩萨的善说 一方面 向说法族金刚藏菩萨 请求讲第三地 所以 科判叫做战情 从儿时金刚藏菩萨开始 常文 重诵 那就是 是属于第三地的正说 正说 正在说明第三地的道理 所以科判叫做正说 就从这个句诵完毕 后边 就是正说 现在要先讲第一段 战情 啊 据诵里面的文艺啊 他有赞叹金刚藏菩萨善说的文字 就是战 那么有请求菩萨说第三地的文字 那就是情 那么这六首据诵战情当中啊 他的文艺分为两端 第一是庆钱 庆 庆幸的庆 庆钱 听众们自庆啊 在前面听到第二地的庙离 这有三首据诵 前三首据诵 是庆钱 听众自庆 前面能够闻到第二立构地的庙法 所以叫做庆钱 后三首据诵啊 正是请罚 请求说三地的意思 所以后三首啊 叫做请后 请后 战情分两端 第一 庆钱 第二 请后 请说后文 第三地的道理 所以叫做请后 各有三首据诵 现在先讲第一啊 庆钱 听众们自庆 能够闻到前面 所说的第二地的庙离 啊 这三首据诵当中啊 第一首据诵 就是 金家 续 续 啊 解几经的人 续书 当时听众啊 听到前文生 欢喜新的这个意义 是解几经的人 连贯前后文 而加上去的文字 所以叫做金家序 解几经的 当时的解几的人 呃 编辑的人呢 呃 要吸取 这个后文 那么 先用四句话 来说明当时听众的 至庆欢喜的情况 所以叫做金家序 嗯 经文就是 佛子 得问此地行 菩萨境界 难思义 弥不攻见 心欢喜 善化空中 未供养 这一首句 中四句 就是 解几经的人 叙述 当时听众啊 至庆得问前法的 这个意思 佛子得问此地行 佛子 指当时在 他话指在天宫中 呃 所有的听众 是菩萨 以天众们 呃 菩萨是正行 菩萨道的 那些大众 呃 天上的天众 是福的音缘 有大圣根性的 能够在当时法会中 参听这个 参听这个十地的庙法 啊 那么这个佛子 就包含这些听众在里面 都问此地行 此地啊 指前面的第二地啊 前面第二地 第二立构地的 这个道理 啊 大家能够得到 闻到此第二立构地的 妙行 这个行字啊 如果 按照经文上 现在我们看的书本上的经文啊 他有这个 呃 右上角有个圈圈 啊 以这个古法的读的方法呀 他就应当读着 读气声 读着性 性 品性的性 啊 呃 平常对于这个字啊 他的读音 有三种啊 走路是行啊 呃 那么 品性是性啊 呃 品性好不好 也是这个字的性 但是这里念 去生 念成性 呃 阿弥陀经的七重杭受 那是念成杭了 一杭一杭 呃 不能念做七重杭受啊 七重行受啊 受会走路啊 那就不像话了啊 所以那是说明这个受的整齐啊 一列一列 啊 一杭一杭 啊 七重杭受 那么现在这里应当嘛 如果说 二地功的已经完成了 应当就念做性子 念做性 啊 品性啊 修成叫做性 啊 正在下功夫的时候 叫做行 正在下功夫 叫做行 啊 修行六度 啊 我正在修六度 那是行 就不能念做修性 啊 因为正在下功夫啊 应当是行 啊 呃 现在这里啊 如果是念做性 就值前文的二地功德 已经成就了 啊 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啊 如果念成佛子 德文此地性 好像 这个读的方式 啊 不大调顺 口音啊 不审调顺 读起来 有一点 啊 呃 硬邦邦的感觉了 所以 读的时候啊 还是读着平 平生的这个行 啊 佛子 德文此地行 啊 意思 可以解决性子 啊 如果是正在修行第二地 就成为行 成就了 就是性 啊 文字 是这样子说明的 啊 菩萨境界 难思一 这是赞叹 二地菩萨的境界 菩萨 指的二地菩萨 啊 前面第二个的菩萨 他修行的境界啊 难思难意 难思一 就是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一了 平常讲的不可思一啊 因为他修宋被这个七个字所限 啊 不能写成菩萨境界不可思一 这样子就不成为去修宋了 所以用难思一 所以用难思一 跟不可思一 呃 以文字来说有点不同 不可思一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用心思用口一 难 是比较难一点呢 也许还可以思一 也许还可以思一 会成为这种啊 这个意义 嗯 那么因为 二地菩萨的修行境界啊 如果站在三地以上菩萨来讲 他们是可以了解的 是能思能一的 呃 如果是二地之前的菩萨跟所有的众生 那就不可了 那就他没有办法思一了 所以二地之前的人来说 就是不可思一 在三地以上的菩萨来说 他是可以思一的 呃 所以用难知啊 一语一双观 呃 对前面二地以前以前的听众来说 是难 是不可 难思难一 不可思一 三地以上的菩萨 没有问题 他们可以了解 能思能一 啊 所以用难思一啊 一语一双观 所以菩萨境界 难思一 简单说 这一句话 就是赞叹 二地菩萨 首修的啊 借菩萨的清净的境界啊 真是不可思一的 是一种赞词 迷不恭敬 心欢喜 迷 就是一现代话来说 没有了 没有不恭敬的了 啊 没有人对于听到二地菩萨的俗胜境界 不是生恭敬心 而心啊 都会生起这个欢喜心的 是没有不恭敬的 反过来说 听到二地的功德 个个都生欢喜心 啊 那么大家都恭敬 对于出二地的俗胜功德 恭敬尊重 心生欢喜 所以科判叫做 庆钱啊 庆钱 自庆前面能够闻到二地的俗胜功德 所以叫做庆钱 这个意思就是从这句话来的 就是迷不恭敬 心欢喜 大家听到二地的俗胜功德 都生欢喜心 都生恭敬心 啊 那么恭敬欢喜啊 要有所表现啊 啊 那么意思就是说 既恭敬又欢喜啊 所以就散化供养啊 第四句就说 散化空中为供养 那些天人听众等 就在空中 他话只在天在上面天空中 把天上的很熟悉的香花 从空中散下来 散 在空中 上面 散下来 散下来在空中散花 天人散花呀 空中散花做什么呢 为供养啊 为了要供养 说法主 金刚藏不散 当时的 法主 毕露真能佛 坐在中间 啊 还有所有的听众 同时供养 十地的法宝 已经讲过的二地 啊 那么这个散发供养 也供佛 也供法 也供菩萨 供养三宝呢 这一首巨宗 就是 先表示 金家叙述 当时听众的欢喜心 啊 欢喜赞叹的经过情况 啊 下面两首巨宗啊 就是泛言赞叹了 当时的听众们 啊 说出话来 赞叹金刚藏菩萨的善说 所以 祭宋的经文说 赞言 善哉 大三王 慈心 敏念 敏念 朱众僧 善说 智者 律一法 第二地中 自行相 这一首啊 先赞叹 金刚藏菩萨的 说法的 伟妙 赞言 这两个字 还是金家 加上去的 善哉 大三王 以下呀 那才是 听众们的赞词 赞叹金刚藏菩萨 善说 善哉 这句话在佛经里面 很普遍的了 凡是赞叹了 看的开头第一句 就是善哉了 各位金刚经念的很熟 啊 须不提请法之后 佛就赞叹须不提 善哉善哉 你很会问 问得很好 那么这里的善哉 是听众们 都以金刚藏菩萨善说法的赞叹 啊 大菩萨真了不起啊 你说的真好啊 好极了 善就是好 哉是欲为生 说的真好啊 那个哉就是那个哇 赞词的这个余为生 啊 太好了 说的太好了 善哉 嗯 应当 他这个赞词里面啊 不止一个善哉而已了 但是据送七个字为先啊 不能读写 只一个善哉 代表所有的赞词在里面了 大山王 三个字啊 是赞叹 金刚 杖 菩萨 可是各位不要看错哦 不要把这个大山王 看作这个路灵 绿灵的那些山王啊 哦 这个大山里面做王的是什么人啊 你们知道吗 如果是说那个大山里面做王的那种人 那就不好听了 那不但是不是赞词 而且是变成啊 有诽谤的意思在里面了 就不好了 这个大山啊 这也是被这个七个字的据送所献了 呃 大山就是指的这个须弥山 大须弥山 呃 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 说世界的中心点 有一个大山 就是须弥山 须弥 旧弥 新弥叫做苏弥鹿 苏弥鹿 须弥 苏弥鹿 翻成中国话叫做庙高 啊 四宝首城叫做庙 超出群山叫做高 啊 这在世间的一切山当中 它是最高的 最大的 经里面常说 须弥山 海面 从海面的这个地平的平面 往上算 算到山的尖顶啊 八万四千游群 呃 从海面算到它的根底啊 到到这个根底 这个山的根底 也是八万四千游群 啊 那么一游群 有大中小啊 小游群也有四十法理啊 不得了的 所以这个须弥山是很高很大 嗯 因为须弥山很高很大 借须弥山 来 赞叹金刚藏菩萨 说 金刚藏菩萨的善说法妖 他就像 世间上的大三之王啊 像须弥山一样 为众三之王 金刚藏菩萨是在菩萨中王 菩萨当中 他善能说法 所以大三王来赞叹他 啊 所以这个大三王啊 是听众对于金刚藏菩萨的赞词 啊 念诸众生 联名 啊 慈念 所有的众生 啊 这是赞叹金刚藏菩萨 有慈悲心 啊 他联名 苦恼众生 念念不忘众生的苦恼 要使他 利苦得乐 所以所有的众生啊 他都是 想办法 要来 啊 救济他 使他利苦得乐 所以慈心敏念 诸众生 这是赞叹金刚藏菩萨的慈悲心 度化众生的 啊 这个难得的慈悲心 啊 善说智者律一乏 这一句话 正赞叹前面说的第二题 啊 善说 就是 说金刚藏菩萨啊 说得真好了 啊 对前面的 第二题的道理 说得非常之好 啊 初中后善 啊 法法经所说的 初善 中善 后善 啊 序分是初善 正宗是中善 流通是后善 就是从始至终 所说的法 都是那么好 那么妙 那么俗生 所以叫做善说 智者 是对金刚藏菩萨的赞词 啊 金刚藏菩萨是有大智慧的人 啊 哲就是人啊 说金刚藏菩萨有大智慧 所以叫做智者 啊 呃 一方面 也说到第二地菩萨就是智者 啊 第二地菩萨有智慧 他能把 呃 第二地的持戒都啊 戒法 这个三去进戒 前面二地里面说过的 是律仪戒 是善法戒 是众生戒 也就是饶意有情戒 啊 这些利益的妙法 持的最清净 做的最圆满 就是二地菩萨 啊 如果说这个二地菩萨的戒法 利益最清净圆满 那么智者就是赞叹 赞叹二地菩萨 啊 那么 同时也表示 金刚藏菩萨就是一位大智慧的人啊 才能把 二地菩萨的三去进戒的道理 说得那么清楚 啊 说得那么妙 所以 这个智者两个字也是一语一语双观 一方面 赞叹金刚藏菩萨是一位智者 一方面 能修二地功德的 能把二地的戒法持的圆满的 也是一位大智者 呃 所以也是赞叹 这个 二地菩萨的属生 所以智者 律一法 律 以 我们平常后面期来讲 都是指戒律方面了 如果是以文字来分别啊 各有其一 律 指佛所制的戒法 指比较重的戒来讲 啊 拿这个 信之二戒来说 信戒 啊 杀到英王 能够持好清净庄严 那就是 在另一方面的 啊 那么以比丘界来说 初二边 四波罗一 啊 十三身切破十三 这是属于律 啊 那么 因为它是比较是重要的 严重的 就是为父根本的 啊 一 是为一啊 为一比较细 比较细 啊 啊 所谓三千为一八万细行 啊 一 是指这个行诸作恶四为一 啊 行诸作恶四为一是比较维西的 啊 有三千八万之多 所以一 是比较维西 是细的 界相 维西的界法 例如比丘界 比丘尼界的重学法 啊 那是比较细的 啊 就是行诸作恶一举一动啊 都有界法来范围他 甚至维西到三千八万 所以一是细的 绿是比较出险的 所以利于法各有其一 合并起来都是指的界律方面 啊 现在这里律于两个字啊 是同指第二地菩萨所持的 三句境界而说 啊 三句境界通通都是清净庄严 所以叫做善说之者 绿一法 法就是指这个界律的妙法 啊 三句境界的法 都一一能够如法说的圆满 啊 那么二地菩萨能够如法持的清净 啊 就善说之者绿一法 第二地中之行相 啊 这个第二地的修行的方法 啊 他的情形 他的修行的相状 啊 他修行的方法 啊 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啊 所以这第二地中之行相啊 就综合起来说明前面已经说过的第二地的修行方法 三句境界 他的相状 修法 统统包含在里面 啊 这是听众对于 啊 善说法要的 呃 金刚藏菩萨的战词 啊 施诸菩萨为妙行 真实无一 无差别 为与利益诸群生 如是演说最清净 这一句话 这四句 是总赞叹呢 啊 这个金刚藏菩萨的 对前面二地的说法呀 呃 非常的圆满 呃 为妙 施诸菩萨为妙行 是同之前面 初二地已经说过的来说 维系 雪妙 所有的修行法 法明 呃 真实 无一 无差别 真实 是之前面所讲的啊 都是千真万确 实实在在 菩萨应当 要这样子做的 啊 初地 有初地的行门 二地 二 有二地的修法 一一 都如法真实而说 啊 如所如说 如 佛所说的法义 按照 原意 而一一表达出来 就是真实 啊 就是 完全按照 这个 佛所制定的妙法 啊 那么一一如法 说过 圆满而清楚 啊 无一 就是 所有的 诸佛 菩萨 都是走这条路 没有一样的 没有别的路子 啊 所以 呃 一路涅槃门了 啊 所有诸佛都是从这条路 去向于无上菩提 所以无一 一是一样了 啊 啊 无干宽 叫做一了 啊 相同 就是无一了 啊 通通都是一样的 这个无一 总之 过去现在诸佛 所成就的 都是从这条路走过 将来 所有的菩萨修行 到成佛 也是走这一条路 没有一样的 啊 无差别 就是他所说的理论 四相 都是同样 都是如此 没有差别 诸佛菩萨手行的 也是如此 啊 那么诸佛所说的 也是如此 没有差别 啊 不会说是 金刚上说的一套 佛说的一套 没有这回事 啊 金刚上菩萨说的 跟佛说的 没有两样 所以无差别 啊 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为了 利益 诸全身 为了要利益 所有一切众生 全身就是众生了 啊 全就是众 啊 要利益 很多众生的缘故 希望都能行菩萨道 去向于实地功德 啊 大家都能如法修持圆满 如是演说最清净 如是始法之词 总结上文 像金刚上菩萨手说的 啊 玄远常说 这个道理 是最清净 最清净啊 这个清净 有两种意思 一种 说 法门清净 嗯 这个 前面已经说过的 初二地的法门啊 必定是这样子 究竟清净 才能成就 第二啊 说明说的人呢 完全以清净心而说 以清净心来说 他没有附带的条件 没有负作用 啊 并不是说像普通一般 啊 他有所期待 或者或者是为了 这个明文立阳而说 嗯 菩萨说法 没有这些 远离明文立阳 呃 完全为了 立一众生而说 呃 除掉 无条件 要立一众生之外 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 所以说者最为清净 听者如法修学 也得最为清净的境界 所以如是言说 最清净 说者最清净 听者也就近清净 修行也能圆满成就得到就近清净 这就是啊 啊 庆前的文字 至清啊 能够闻到前面的呃 第二帝的功德 这三华学心 庆前 后边接下去啊 就是请后 请后啊 那请后的文字啊 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 小伙 一切人天供养者 愿为言说第三帝 与法相应诸之夜 如其境界 虚俱禅 呃 用俱颂来说明 赞情的意义啊 前三颂 庆前 前三颂 庆前的道理啊 刚才已经说过了 现在后边三首俱颂啊 就是请后 请后 呃 所有的听众们 向金刚让菩萨请求 继续说下去 因为十帝啊 才讲了第二帝讲完 呃 从第三帝到第十帝 那么还有很多的道理要讲 所以现在二帝听完之后啊 要请菩萨 接下去啊 说第三帝的道理 那么后边三首俱颂 就是请后 请金刚让菩萨 说接下去后文的第三帝 啊 这三首俱颂当中 前两首 是大众情 听众 全体的听众啊 向金刚让菩萨请求 继续说法 说第三帝 第三首颂 是 是 写多月菩萨情 就是 在当时十帝的法会当中啊 写多月菩萨 他是全体听众的代表者 代表大众请罚 嗯 所以第三颂 所以第三颂 是写多月菩萨 啊 发言 向菩萨 请求 继续说下文 那么开头 大众全体 向 菩萨 请求 嗯 嗯 一切人天供养者 这一句 是指的 金刚让菩萨 嗯 他有大功的 福的智慧都 圆满具足 嗯 一切是总包括 包括人间天上所有的 大众 嗯 供养 就是表示对菩萨的尊敬 嗯 大家都恭敬供养 嗯 这个善说法要的 嗯 金刚让菩萨 愿为人说第三地 愿 大众的期望 嗯 大家都想听啊 大众的期望 希望金刚让菩萨 为大家 全愿 讲说第三 发光地的道理 嗯 那么 使大众了解第三地 之后啊 能够柔发修行 而震入第三地 与法相应 诸之业 与 第三地的修行法 相应的 所有的 福德智慧 对应做的事业 呃 呃 就是动作 行为 呃 呃 就是第三地 要怎么样子去修 怎么样子做 呃 按照 按照 其 旗 之第三地 向第三地的境界 大家还没听过 啊 那么 以第三地的法相应的这个字业 这个道理 这个境界 希望 希望金刚 藏 菩萨 您慈悲 具 完全 具足啊 完全把它表达出来 禅 禅阳 禅阳 宣说的意思 啊 虚是 希望了 希望 金刚 当当菩萨为大家通通都把第三地的道理宣扬出来 所以叫做如其境界需俱禅去禅 这就是请求啊 全体听众向菩萨请求 请求说第三地 啊 大先所有世界法 燃肉 精进 禅 智慧 极易方便 慈悲道 佛卿进行 愿皆说 这是大众请的第二首句诵 啊 菩萨大 总不说六度四射的万行呢 大先 不要忘掉啊 都是指的佛 啊 不是指太上老君啊 也不是指的那个南极先锋啊 啊 是指的佛的大绝精先 啊 中国人 对先是很看重的 很了不起的 因此啊 对佛也尊重 称为大绝精先 啊 关于这个道理 前面讲过多次了 啊 现在这个大先呢 就是指的佛 啊 成佛 所有需要做到的 布施 持戒等法门 还有 还有人肉 人肉 波罗蜜 精进度 禅定度 波罗智慧度 啊 世界人肉 精进禅定 波罗智慧 这就是六度 菩萨所行的总不说六度 啊 初地修 修士 修布施 二地修持间 现在第三地注重 要修 忍肉 波罗蜜 但是实际上 后边经文所说的 是修禅定 啊 对这个四禅八丁啊 后边都有所说明 所以 意思是说 要能成就 忍肉的功德 要有禅定功夫 没有定力啊 忍不下来的 哦 所以这个忍肉 波罗蜜 要有禅定功夫啊 得支助他 才能成就 嗯 那么 还有精进禅定 智慧 这六度法 菩萨所修的 都期望能够 使大家 有个了解 明白 该怎么做 啊 极易方便 慈悲道 行菩萨道 度众生 要有犬巧方便 不能按牛吃草 啊 那么要有犬巧方便 才能度人 所以 有方便波罗蜜 啊 菩萨道 发菩提心 就从慈悲起 必定要有大慈大悲 啊 所谓无缘慈 同体悲 这些 是菩提道上 很重要的法门 都希望菩萨 啊 能够说明 这佛亲近性 这佛亲近性 愿 皆说 成佛的最亲近的修行法门 六度 万性 方便智慧 慈悲 这些 都希望 愿 就是期望 希望菩萨 通通 都能够 为大家 一一 详细 说明 愿 皆说 啊 皆 就是通通了 朗证了 啊 就是没有保留的 通通 把它 说过清楚 让大家能够如法修学 上面两首居宋啊 就是大众情 当时的听众们 大家 啊 都共同 向金刚上部 他请求说话 最后一首居宋啊 是写脱乐菩萨 发言情 啊 所以经文说 使 写脱乐 父亲言 五位大师 金刚掌 愿说去入第三地 柔佛心者 诸功德 这一首居宋 说明 写脱乐菩萨 代表全体听众啊 向金刚 金刚掌菩萨请求 说第三地方 使 如果是常文啊 就是儿时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啊 哦 那个时候 写脱乐菩萨 他是听众的代表 知道大家都很是渴望啊 要听第三地 啊 好像人肚子饿了 想吃饭的那种情况 啊 肚子饿 赶快要吃东西 看到东西很想吃 大家的法 还不够满足 尤其第三地还没听到 好像肚子饿一样啊 希望金刚掌菩萨赶快说出来 让家让家让大家一保法位 嗯 所以这个时候正需要有一个人出来代表请求了 所以写脱乐菩萨 写脱乐 是代表 那叫菩萨的名称呢 是当时的实地法会上 呃 做听众的代表 所谓当机 这是菩萨的名字 啊 那么他 重复 再向金刚掌菩萨请求 年 下面三句话 就是 写脱乐菩萨 请罚的话 啊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这一句也是 解几经的人 加上去的 啊 没有这一句 前后文没有办法连贯了 啊 所以当时写脱乐菩萨 重复再请求说 福请年 因为前面出地 二地都请过了 现在要请第三地呀 所以福 重复 再向金刚掌菩萨请求 啊 要说 这个第三地 五位大师 这一句话 赞叹金刚掌菩萨 金刚掌菩萨 善能说法 他是等觉菩萨呀 他得到五位的功德 他说法 不会有所畏惧的 是狮子侯说道 啊 大师就是菩萨 发大菩提心之事 啊 那么这个大师 就指的金刚掌菩萨 啊 这金刚掌是菩萨的名字 说法主的名字啊 啊 愿说去入第三地 后边两句正是挺乏呀 愿 期望 大家共通的期望 不是我写头约一个人希望要听而已啊 当时全体听众都希望 能够听到第三地的法门 去向正入于第三地 去 去向 往前冲 啊 要进到第三地 都要怕病啊 努力进修 按照这个法门 努力进修 啊 去向 那么到达了正入 入于第三地 啊 入心 住心 出心 啊 到了住心 就是已经入于第三地了 这些道理啊 柔和心 这 主公的 我都希望菩萨能够一一为大家说 柔和心 指第三地的心 第三地的心啊 最柔软 最火顺 他不会有像我们一般凡夫的钢腔粗暴的情况 所以菩萨心是柔顺的 慈火的 啊 那么他所修的种种功德 福德智慧的功德庄严 都期望啊 能够啊 这个金刚当菩萨慈悲啊 一一能够为大众而言说 到这里为止 啊 这个战情的经文 啊 第三地 第一段 战情的经文六首祭宋 说完了 下面长文开词啊 是第二 正说 第二 正说 正说的文字很长 啊 现在正说开始 二十金刚藏开始是第三十九页 到重颂说完了 是七十页 啊 那么有三十多页的文字 啊 这么长的文字啊 顺着这个文题分两段 第一 长文 第二 重颂 这是越经文的文题来分分段了 啊 长文是三文体啊 句子有长短了 啊 那么 那么顺着这个长文的文字来说明第三地的道理 说完了 然后又用重颂再说一遍 重颂 重复长文的意义 用颂来说明 所以叫做重颂 那么后边七个字一句呢 那是重颂 那为第二段 所以 下面正说的经文分两段 第一是长文 第二是重颂 长文 它内涵的道理啊 分两类 就成为两段 第一啊 明地行 修行的行啊 明地行 前面有说是地法 地相等等 道理相同了 因为第三地注重在说明修行方法 文师修三会啊 他注重在修会啊 修法方面呢 说的很详细 所以 这个科判呢 前面的入住出三星 就叫做明地行 说明 第三地修行的方法 叫做明地行 第二叫做明帝国 啊 从第六十二页 到第六十四页 那是明帝国 啊 那么 现在要先讲长文的第一段 明地行 说明 第三地 修行的方法 啊 就是明地行 啊 那么明地行分三段 就是入住出三星 啊 这是我分段的方式 啊 按照这个入地心 住地心 出地心啊 分为三段 所以明地行就是分三段 第一 明入地心 第二 明住地心 安住的住 啊 无所住的住 第三 明其出心 说明出地心 就是第三地的功 功德 成就了 啊 从三地出来 在将来要再往前趋进 啊 到第四地 那么 按照这三段经文啊 来做说明 第一段明入地心 比较少 就前面的十星 啊 从现在的第三十九月 而是金刚藏菩萨开始 啊 到翻过来的第四十页的第二行 啊 菩萨于是十星得入第三地 就这一功啊 不到六行经文 啊 这是第一 说明入地心 住地心的文字很多了 从第四十页第二行 接下去啊 一直到第五十八页 啊 到五十八页第六行 都是说明这个住地心啊 这个等后边讲到这个住地心的时候 再来说明 嗯 现在先讲第一入地心啊 看着经文了 我们先把这个入地心的经文 先读一遍 看着经文 而是金刚藏菩萨 不退心 不退心 坚固心 明圣心 容猛心 广心 大心 菩萨于是十星 得入第三地 这一段 就是明地形的第一段 入地心 入于第三地啊 要具备这十星 嗯 现在就顺着这个文字 来做简单的说明 儿时 就是 血脱月菩萨请罚的文字 那个话说完的时候 叫做儿时 金刚藏菩萨就是说法主 对血脱月菩萨等听众说 告 就是 对血脱月菩萨 当然包含当时所有的听众 也 以下 就是金刚藏菩萨说的话 嗯 佛指 这一句话 是金刚藏菩萨 对血脱月菩萨的 称呼 也是 对全体听众的称呼 啊 菩萨摩赫赛 行菩萨道的大菩萨们 已经第二地 就是前面第二地的功德 已经修成就了 第二地已经 功德庄严圆满了 已经成就了 啊 所以叫做敬 啊 新地清晶啊 持戒庄严了 啊 那么第二地功德 已经成就了 预入第三地 假如你想要入一第三地 要修第三地啊 这个方光地 那么应当要升起十种身心 要升起下面十种身心啊 十种身心现在还不讲 不解释 要先说明这个啊 第三地的名相 按照清凉果实的大书啊 古德的诸解 每一地 都有来意 都有市民 本来这个来意于市民啊 就是在前面的战情文字之前 就得先说了 但是我在讲的时候啊 把它变通一下 搬到这边来讲 为什么 因为这里才刚刚说 要入第三地嘛 这里刚刚说要入第三地 当然就要把第三地的名义 要加以说明啊 同时也不妨把 他的来意加以叙述了 嗯 所以如果按照苏超 清凉果实的大书 他是在前面啊 暂情文字之前 就把来意市民说过了 现在在讲的时候 配合讲的时间的方面 把来意市民搬到 这个 预入第三地 这一句话来讲 第三地的名称 叫做发光地 啊 而现在经文 发光地的名字 要到后边后边 才能见到 啊 这里只说第三地而已 至于第三地的来意 什么叫做来意呀 就是说 前面第二地说完了 为什么又来个第三地呢 第三地说完了 为什么又来个第四地呢 啊 这个来意 第一碗菜吃完了 又怎么来了第二碗呢 第二碗菜吃完了 为什么来个第三碗呢 听起来肚子会饿啊 啊 这个大陆的香音啊 在各地方的土音很多 很特殊的 啊 有的时候 他这个碗啊 我们都听不懂啊 我记得我在民国四十一年 啊 在大县世界谈 替一位 解释翻译啊 啊 他在吃一碗吃两碗 你知道他的碗怎么讲啊 我要穿一五 穿两五 穿四五 你懂不懂啊 穿第一碗 穿几碗 穿两碗 穿三碗 他说出那个碗子 我简直莫名其妙 好的 当时有个碗摆在前面 否则 我就没办法翻译 我们现在刚才讲了 这个第一地第二地讲过了 就是好像第一碗第二碗吃过了 现在有第三碗 那么这个为什么有第三地来啊 第一种的意思是说 前面第二地是说戒 持戒 戒定会三无漏学 先戒后定 他的次地当然如此啊 所以前面第二地说戒啊 现在第三地就说定了 所以有第三地的来由 这是第一种意思 第二种意思啊 十地的道理 十地的道理 初地 二地 三地 都是指的 同世间的修法 以世间法的修法相同 那么世间的修法呀 就是不是 持戒 禅定 修定 啊 那么一世间的修法的四地 不 是 持戒 修定 啊 那么前面初地是布施 二地是持戒 那么现在第三地要将四传八丁啊 所以有第三地的来意啊 这是第 来意的第二种 意思就是说前面不是持戒都说过了 现在当然要说明修行定功的方法了 啊 所以有这个第三地的来意来由 所以这是来意啊 其次啊 解释这个发光地的名字 名称 叫做市民 市民 解释这个名项 啊 发光地的名字 那么这一地为什么叫做发光地呀 各位应当要知道啊 新旧义的经文啊 十地的名称 往往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呃 例如前面的初地叫做花喜地 新义家翻成极喜地 极喜欢喜 呃 文字上不一样 道理相同的 现在这个第三发光地呀 八十华言顺著新义家 翻为发光地 也是顺著维世家的翻译 翻成发光地 呃 旧义啊 不叫做发光地 呃 所以对于这个第三地的名称呢 大致都论也说十地 大致都论的第三地叫做光地 光地 没有发 没有发 呃 只叫做光地 呃 六十华言呢 呃 呃 东京时代佛陀巴陀罗翻译的呃 六十华言 他叫做明地 光明的明 叫做明地 还有十地经论的经根论都都翻作明地 都叫做明地 还有金光明经 也叫做明地 还有十华 还有十华菩萨论 十华毕菩萨 也叫做明地 呃 或光地 或明地 光之于明啊 古书叫做 眼目俗称 呃 眼目俗称 眼 眼经啊 目 白酒 白酒 呃 说眼睛 说白酒 同样是指一个嘛 眼睛也是白酒 白酒也是眼睛啊 呃 呃 光地也是明地 明地也是光地啊 呃 呃 呃 光与明是眼目俗称 俗是不同啊 呃 呃 只是眼目不同的称呼而已啊 呃 所指的目标是同一个 是相同的 呃 呃 人王般若经 有一部经呢 呃 他们这个每年过了年之后都要修这个复国人王法会的 呃 读这个复国人王经 呃 这个人王般若经里面呢 也讲十地 人王般若经里面的十地名称的第三地啊 叫做明慧地 明慧地 慧是智慧的慧 慧也是明啊 呃 所以这个无论是光明呃 呃 或者明慧 呃 呃 只是不同的名称呢 指的相同的呃 呃 这个目标 呃 呃 那么这里指的这个明地呃 呃 呃 后边经文出现的名字就叫做发光地 开发出来的光明 发光地 发光地不但是这里叫做发光地呀 呃 呃 为世家 像成为世论 显阳圣教论 舍大臣论 都叫做发光地 呃 呃 所以这个发光地的名字啊 是很普遍的 呃 呃 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第三地叫做发光地了 旧意的名称或者是明地啊 光地啊 明慧地啊 慢慢 一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了 呃 假如不看六十华言 不知道第三地 他叫做明地啊 六十华言里面 第三是叫做明地的 呃 现在大家都念成习惯 知道第三地叫做发光地 发出光明来 呃 怎么样的发出光明来呢 清凉果实的大书里面解释说 随文师修造法显现 这个可以叫做明地 呃 三会的光明 呃 照到当地所闻自法 一法修行发出光明 因此叫做发光地 发光地 就是指由呃 文师修三会 发出来的智慧光明 因为后边经文所讲的修法 呃 就是由文而思 由思而修 文师修三会 发出来的智慧光明 呃 成就这个殊胜的三地的功德 所以叫做发光地 呃 这是清凉果实啊 在书里面 根据呃 这个 呃 经文 还有这个维世家的说法 呃 说明这个发光地 就是文师修三会 齐发 呃 如果是呃 住在三会的地方啊 更是需要知道第三地了 呃 因为这个文师修三会啊 呃 文师修三会的这个修会的意义 呃 在这一评啊 呃 这个第三地里面呢 只专说这个修会的道理 呃 所以叫做发光地 现在只把这个发光地的名字啊 简单说明而已了啊 还有关于这个经文 有十种身心啊 这个十种身心啊 只好留到下次讲了啊 下后 对 就是 用 弹